谁在墓后制造挺鸡案? 挺鸡案是明末三大案之一,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一个中午,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手持枣木棍,闯入明太子朱长洛居住的慈庆宫,逢人便打,击伤守门官员多人,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, 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,内官喊本用,眼疾手快,将持棍男子抓获,宫内才平静下来,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停鸡案。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,也非常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长巡。 神宗没有嫡子,而公妃王室所生长子朱长洛,又一时受冷遇,但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。 万历皇帝一直拖延着,迟迟不策立太子,他表示,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,以示自己同等侍制。 由于大臣们的一再催促,万历二十九年,一六零一年十月,神宗才正式策立朱长洛为太子。 朱长巡则被封为福王,万历四十三年,一六一五年五月,发生了停鸡案,停鸡的目标直指太子。 张钗被捆服到东华门守卫处,收进起来,次日皇太子巨石报给神宗,神宗命法司,让司法行御的官衙们,提审问罪。 可是张钗没说上几句话,就开始颠三倒四,像一个疯子,欲是再三诱贡,可张钗总是胡言乱语,什么吃斋,什么讨风,问答了数个小时,也没有将实情供出。 惹得审判官不耐烦,只好退堂,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。 交到刑部后,由郎中、胡适相等人重新提审,结果也是同前审一样,毫无结果。 刑部主事王之安认为其中必有隐情,最后张钗还是扛不住了,原来张钗靠砍柴与打猎为生。 在一个月前,张钗在冀州卖完货后,赌钱输了,结果遇上一位太监,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。 张钗随这位太监入京,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,老太监宫于酒肉。 几天后,老太监带他到慈庆宫,助他进宫后见人击打,尤其见到穿黄袍者。 老太监言明,如打死穿黄袍者,重重有赏,如被人捉住,他会救张钗。 张钗的供言,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,庞宝,刘成之时。 消息传开后,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,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,以便福利福往。 事情发生后,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,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,向皇上哭诉。 神宗朱义军要他去向太子表明心计,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,最后以疯癫兼徒罪,将张钗处以凌迟。 不久刑部,督察院,大理寺,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留成两人,由于人证消失,庞留二犯,有恃无恐,拾口否认涉案。 后来,明神宗令太监将庞保留成处死,全案虽无从杀起。 后人重新研究此案时,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。 近来,却有人提出了异议,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,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,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。 这样,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,而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,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,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。 因而得出的结论是,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,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,以便彻底将其铲除。 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,太子才没有得逞。 当然,这种说法,也只是一家之言,因为也无确凿的证据。 不管怎样,挺击案,真相究竟如何,恐怕无人知晓了,挺击案,最称为明朝三大弥案之一。 精明年十 дities 精明年十分之一。 疑伤了,这样子 вы终于解决的评论。 心员的疾伤,倒霉了,崩倒霉了,没有发言的误言。 不瘴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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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瘴吧。 反正您能够发现至买人的事情。 可爱说法是由美国人的敌举河的决定。 感谢您所有人的心中和自己,必须支持你、不瘴,不瘴,不瘴,不瘴。